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 徐正中董事长 楼继维部长 文厚武总经理 徐维总裁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尚无好 非常高兴参加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3 受深圳市市委书记 孟凡丽先生 市长 秦文忠先生的委托 我今代表新城市委市政府 向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3的开幕 表示热烈的祝贺 约高澳大湾区 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四月 视察广东市强调 是约高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是现代化的引领地 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大湾区建设 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约高澳大湾区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 切实把高质量发展要求 贯穿大湾区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充分发挥三级综合优势 推动大湾区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 这次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3 围绕新空间新动能主题 开展研讨 探寻世界经济增长新空间 和大湾区改革发展新动能 对坐视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 引领和推动大湾区 成为全球最有前景的增长级之一 都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淫因注托 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 港澳所需深圳所能 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 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规划 持续提升硬连通软连通新连通水平 近三年累计在港发行150亿元 立案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深圳通截至去年底 累计交易金额58.8万亿元 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突破3.25万亿元 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深圳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 营商环境好 民营经济发达 创新创业氛围浓厚 两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 合作潜力极大 深圳将充分吸收本次论坛成果 发挥大湾区连通世界的优势 和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以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锚定科技创新 这个深港合作者最大公约数 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性动能 联手香港 共建约高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基点 为推动约高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级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预祝凤凰湾区财经论坛 2023区的圆满成功 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预祝大家众求快乐 谢谢